第1版26集 海陵王萧昭文 其海陵王档案 生族年公元480至公元494年 父母 父亲是文惠太子萧长茂 母亲许氏 后妃 皇后王韶明等 年号 延兴 在位时间公元494年7月至10月 嗜好 公王 妙号无 灵寝不详 性格生性文弱 蔡东帆点评说 其主昭文本来是个殿中傀儡 一切正是听命萧鸾 萧昭文生于公元480年 是文惠太子萧长茂的第二个儿子 公元486年 年仅七岁的萧昭文被齐武帝萧泽封为林汝公 不久 又被任命为辅国将军 激昂太守 公元492年 齐武帝萧泽转封萧昭文为池姐 督南豫州诸军事 南豫州刺史 仍然任辅国将军 公元493年 萧昭文又进封为冠军将军 这一年 因父亲萧长茂病逝 萧昭文返回建康 御林王萧昭叶即位后 萧昭文被封为中军将军 新安王 公元494年7月 御林王萧昭叶被萧鸾杀死 萧昭文被萧鸾拥立为帝 改年号为严兴 就这样 年仅15岁的萧昭文 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 萧昭文即位后 朝政一直都掌握在萧鸾手中 任何事情他都不能自己做主 成了一个彻底的傀儡皇帝 甚至萧昭文吃什么饭都必须经过萧鸾的同意 据说有一次 萧昭文想吃蒸鱼 但厨子告诉他 没有得到萧鸾的同意 他不敢做 当年十月 萧鸾见十级成熟 强迫太后下诏 将萧昭文废为海陵王 并幽进萧昭文 才当四个月皇帝的萧昭文被迫退位 萧鸾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十二月 萧鸾以萧昭文有病为借口 经常派御医去帮他看病 趁机密令御医对萧昭文下毒手 杀害了萧昭文 萧昭文死后 萧鸾依照汉朝东海王刘江的故事 以天子之礼为他举行了葬礼 视号为公王